哇 轰鸣而过的一辆厂扑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2号 毕鲁首都立马 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30分 我已经安顿好了我的住宿 我会在这里待一段小小的时间 整顿 剪视频 然后休养 生息 过万圣节 好像是哦 过万圣节 我好喜欢我住的地方 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是一个看上去还挺不错的街区呢 大门上面有鲜花簇拥 一进来 关上门 右边是停车区 左边就是一条鲜花的阳光小道 在这个中间的区域 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刚刚没问 是脚手家还是他们平时锻炼攀爬的地方吗 里面是一个有点像大别墅的组合房区域 每一间房都是一个单独的小公寓布置 住着不同的人家 我的房间就在这里 这边还有一个公共休息区 可以晒太阳 喝茶 发呆 晒衣服 这是一个公共走廊 这里是火人家 这里是火人家 小小的杂物区 环形的木头梯子 歌手 小百件 装饰包 盆栽 还有 屋顶阳光 这里有一套房 这里一套房 这个房间就是我的了 看一下怎么开 我傻了 看看我的房间 推开门 右边就是厨房区域 灯在这里 小小的冰箱 很干净 微波炉 很干净 这是什么 装饰的海螺盘 厨房的毛巾 哇好像新的 洗碗巾 洗碗海绵 点火器 炉子 厨具 餐具 调料盆 油壁 毫子 各种杯子 来一只 够了 三种用途 洗碗后晾干的地方 卖洗盆 洗碗剂 什么都没有 刀具 锅 但是我没有看到炒锅 对吧 只有汤锅 烧水壶制冰器 削皮的器具 再把咖啡壶搅拌器 就是没有炒锅 但是这个厨房 我超喜欢 再看一下左边 浴室 擦手巾 浴巾 马桶怎么样 很干净 这是淋浴的地方 这三个瓶嘴都配满了 洗澡的洗头的擦身体的 再往这里走 一个软隔门 就是主播室 这里 就是我的床 还有一个床头的柜子 这个是灭纹器 他也给我配了灭纹片 电视可以看YouTube 还有Netflix 小的沙发 这里是一个写字区 台灯 对着窗外的房顶还有阳光 而且不吵 好 这边就是衣柜 这个毯子是冷的时候让我盖的 好香 这边都不看了 都是空的 这就是我在毕露落脚的地方了 休息 进到我的长视频吧 我们先回顾 哥伦比亚的那一切 好不好